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讲解关于苹果手机验真伪 就是说你通过二手市场或者是其他渠道 同学同事那里购买的苹果手机 大家看就这个苹果手机 这个苹果手机它很多手机它是带有那个ID的 然后它有ID锁也是无法使用的 当然有的人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是为了验证这个苹果手机 它是否是否还那个ID锁 大家可以自己那个苹果手机这里面那个恢复重置 恢复重置 也就是抹机 关机抹机里面有一项 有一项就是抹除 抹除苹果手机的所有设置 关机充其里面 大家如果这个后母键坏的话 大家看如果这个后母键坏的话 依然是可以抹去所有的 你在抹去所有的同时 听说就把这个手机给清空了 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恢复出厂设置就清空了 然后你大家如果这个后母键坏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通过关机通过这个抹去 手机里面所有内容之后 抹去所有内容之后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它需要按这个后母键激活 但是现在还有另一种方法 就是你抹去手机所有的内容之后 你进行二次重启 你按住这个键 大家看 按住这个键直到出现关机界面 直到出现关机界面 大家看直到出现关机这个界面 大家选择关机再重启一次就可以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这个就是用来检测 手机是否有隐藏ID激活锁 很多人在咸鱼或者是转转上面买的苹果手机 因为它带有隐藏式的ID激活锁 大家不知道 以为捡了个大便宜 其实不然 里面有很深的学问 它是通过隐藏的方式 把这个ID锁给隐藏起来了 大家一旦恢复出场设置 这个手机就报废了 就报废了 就不能使 大家看 这个就是ID锁 大家看 这个就是ID锁 这个就是ID激活锁 这个就是ID激活锁 大家选择 进入这界面里后 选择 ICLOUD 大家看 大家看 进入到这个页面 进入到这个页面 这个就是ID激活锁里面 有的 再来所谓的ID激活锁 就在这里面 ID激活锁 苹果手机 大家看 查找我的Apple 如果是开的话 它就出于那个 大家看 倒数 一二三 倒数第三个 查找我的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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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关的话 它就证明这个ID激活锁是关闭的 如果 查找我的Apple是开的话 它就出于开启状态 它这个ID激活锁 是10.0以后的版本都具有的 都具有的 大家看 ID激活锁 大家就可以 先把手机 恢复 重置一下 大家看 大家进通用里面 大家进通用里面 通用 进通用里面 找到 找到还原 倒数第二个 第一个是关机 大家看 倒数第一个是关机 第二个就是还原 第二个就是还原 那还原 大家看 大家还原 这里面有很多 还原这里面有很多 从上往下 第二个 从上往下 第二个 选择 选择抹掉所有内容和设置 大家看 选择第二个 选择第二个 抹掉所有的内容和设置 大家看 抹掉所有的内容和设置 就可以了 抹掉所有的内容和设置 这个手机就自动恢复出厂设置了 就自动恢复出厂设置了 然后大家恢复出厂设置之后 它会让提示让再次 让那个 恢复出厂设置之后 它会自动关机和重启 重启完之后 它会让你激活 让你按这个后目键进行激活 当然很多人的后目键是换掉了 换掉的话 你需要做二次重启 把手机再关机再重启 你再是个手机再关机 大家看 再次关机 再次关机 再次关机之后 你再次重启 它就可以成功绕过 成功绕过这个苹果 苹果这个激活的这个漏洞 大家看 成功关机 再开机 就可以绕过这个漏洞了